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相关家族中 有一群人坚持长期解默默地从事长者陪伴的志工服务 这个志工服务听说很有挑战性 到底多有挑战性呢? 这群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呢?我们来听看看 欢迎来到婉元系列 我是今天的主持肉肉 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向各位介绍台湾婉元 现场我们邀请到切山基金会执行秘书 同时也是台湾婉元专案的负责人建籍法师 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台湾婉元志工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想问问建籍法师 台湾婉元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 好的 大家好 很高兴和大家在线上相见 台湾婉元是由财团法人企业生基金会 从2014年开始组织成立的一个志工团队 由基金会做招募和志工的培训 并且与大台北地区的老人机构合作 由社区的独居老人等等 我们会做定期与长期的陪伴和关怀 这就是台湾婉元专案 所以台湾婉元主要是由志工陪伴长者的服务 那可以多跟我们说明一下那志工们他们的服务过程吗? 好的 大家听到这个台湾婉元四个字 可能会有点好奇 为什么叫婉元呢? 那其实婉元呢就是 我们将志工培训招募和培训起来 那和这个有缘的长者 在他们的晚年能够成为一对一 或者是两三位的志工陪一对一位长辈 他们成为一段非常特别的晚年的缘分 这样子的一个陪伴服务 那我们的服务特色是 我们不是一次性的或是功能性的 我们是长期以及定期的时间 会前往到老人机构 或是社区中的独居长辈 那会进行陪伴关怀 那其实呢换个角度想 这样子的陪伴就很像 好像是在这些长者的现况下 会改变他们的目前的状况下 那像是他有一位亲友一样 虽然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呢我们愿意 每两周一次固定的前往 探视与陪伴 每次呢大约会进行一到两个小时 那在晚员的部分呢 志工的培训都是要承诺长期的服务 至少要维持一年 那虽然呢这个陪伴好像只是去探视他 陪他说说话 但是我们会在密集的定期的陪伴中 逐渐的了解长辈的状况 知道他喜欢的事情 也愿意陪他做他日常生活中的一切 那这要听起来呢 是帮长者协助生活上的大小事吗 像居服员那样子吗 哦不不不 确实我们的这个陪伴呢 听起来好像呢 没有一个具体的公式 居服员呢多半是 会进行这个环境的打扫 或是就医送餐等等 那台湾网园的目的呢 是不改变长辈的现况 而提升他们心灵的满意 那所以我们倾向的做法都是 聆听以及和长辈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在逐渐的认识以后呢 有时候长辈会需要出门买菜 或者是推轮椅带他运动 透透气 这些我们都是很乐意进行的 那主要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是会和长辈以聊天为主 然后深度的彼此达到陪伴 嗯真的很特别 因为不像我们一般所认知的那些团体啊 他们呢主要处理实际上的生活问题 属于比较功能性的志工 比如说我们常会看到就是送餐啊 呃环境打扫啊等等 那这群志工 完原志工在做的 感觉比较像是聆听长者的心声 对以倾听的方式陪伴在旁 再更多了解 志工在呃陪伴服务的这些长辈啊 都是健康可以自理的嘛 那大多几岁呢情况如何呢 好的 那我们陪伴的长辈呢 有大概80%是机构的长辈 也就是住在老人机构 那老人机构有非常多的种类 那大部分这些长辈呢 他们是以健康自理的为多 年龄呢大概有从七十几岁到九十几岁都有 那以八九十岁的长辈居多 虽然多数是健康自理的 但是因为我们是进行的是长期的陪伴 在这个路上我们其实就会遭遇亲自的经验到长辈 他可能从比较能够健康自理的状况 逐渐的有了某些退化 可能会需要辅助器 或者是渐渐的他坐上了轮椅 乃至不管是听力 或者是轻微的失智等等 他们都会 我们会亲自的感受 以及面对长辈的老化和退化 那还好我们的陪伴职工 在长期定期的服务中 建立起这个陪伴的耐心和爱心 那即使到了最后 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很难用语言 跟陪伴的长辈交流 我们也能够持续地和这些长辈同在 听起来是蛮有挑战性的职工服务 回应刚刚吉法师介绍的 就是志工们要定期 而且固定地前往探视长辈 那就有点 我现在开始想象 就是我自己为人子女的 好像都没有这么固定 而且愿意花那些时间 跟自己的亲友相处 那有点反省的感觉 那这边我就很好奇了 就是志工们当初要加入 他是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吗 那以及在培训方面嘛 肯定应该是要下不少功课 那想请吉法师来跟我们 介绍一下志工的报名条件 跟培训的流程 好的 那台湾婉原从2014年开始 招募志工至今 我们其实有从志工的口中有听过 他们认为婉原是号称最难的志工之一 为什么呢 首先呢 刚这个肉肉有问到 我们的志工的报名条件 那志工的报名条件呢 婉原主要部分是三个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志工是年满18岁 那他也认同婉原所要传达的 长期定期陪伴的这样子一个理念和方式 而且能够认同这个团体的团体活动 遵守我们目前服务上的规定 那第二个呢 婉原志工条件还有一项呢 就是志工要能够定期的 自动的前往服务地点 而且能够承诺 在自己的这个未来 一年以上的这个生活里面 要承诺每两周一次 都要前往服务地点 进行两小时左右的服务 那这样的承诺 我们希望志工要能够考量清楚 而且要为期一年以上 还有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志工条件 还有一项就是 这个婉原志工不是说要报名 就可以录取的 在报名以后 会先接受我们的面谈 面谈之后呢 还要再接受 16个小时以上的入门培训 入门培训后呢 我们还会再面谈 约谈确认开始服务 那以及即使开始服务以后呢 还是要持续地进行 这样子陪伴志工的 继续培训 所以这三个是我们 刚刚肉肉好奇的 婉原志工的一个条件 感觉志工招募流程啊 是层层的关卡 很有挑战性 那似乎呢 也让志工在议程过程中 了解自己的意愿啦 那有想说到婉原的培训呢 看得出来是很重视志工的成长 感觉可以让志工 也在服务的同时 学到很多东西 那近期法师 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志工们大部分都是 从什么管道 然后志工们他们 基本上都是为什么选择 加入婉原志工 这个服务团体呢 好的 那确实像肉肉说的 能够加入婉原志工 也愿意 真的婉原培训 走到最后 开始上线服 我只能说 每一关都是很有挑战的 那婉原的志工多数 从什么管道 认识到婉原的呢 那婉原目前呢 是有在这个 脸书 IG以及公益资讯中心 以及各大的志工招募平台 有做招募的说明 许多志工呢 也自动的 他们就从Google搜寻 志工服务 找到了我们 大部分志工呢 为什么选择加入婉原呢 因为每一位志工 加入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进行 一对一招募的面谈 所以了解志工呢 的状况 其实大部分志工 我们的志工 从这个18岁 到将近80岁的志工都有 所以我们这个志工 是没有年龄之分的 选择加入婉原的原因 有非常多 大部分的志工 可能在他早期 都有发过一个心愿 在他有能力可以的时候 他一定要走出来 成为一名志工 那至于为什么选择婉原呢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许多志工 可能在过去 不管是从小 和自己家里的 长辈 祖父母啊 有过一段 非常好的姻缘 这个回忆 让他 因此能够 对更多的长辈 更多的老人 产生一份 更相似的 同理的想要 陪伴他们的心 那 也有少部分的同学呢 他们是因为学校 可能希望他们 在年轻的时候 养成这个志愿服务的经验 而找到我们 但是他们呢 除了这个学校的规定以外呢 他们也长期的坚持下来了 那当然呢 很多部分呢 是我们的这个 志工妈妈们 其实台湾有非常多 有实力的这些妈妈们 他们 在他们能够把家庭 顾好之余呢 他们都很愿意走出来 然后 继续用他们的智慧 用他们的身心来服务 这是我们目前的 很重要的志工来源 以及他们参与的原因 谢谢基法师 接下来就是我们 想要了解 就是说 志工们啊 他们跟长辈啊 其实啊 我们都了解到 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时代 然后社会背景也不一样 那想问问基法师 就是说 通常啊 陪伴的这样的配对啊 都是如何安排的 嗯 我想这个问题 也是很多志工 在报名完缘的时候 非常好奇的 因为每个人 一定都对自己未来 可以怎么样的服务 然后可以遇到 怎么样的长辈 会有一份期待 那尤其呢 在经过我们的培训 以及 长期的这个观察以后呢 他们更加肯定 这件长辈陪伴的 志工服务 想要亲自的自己参与 走下去 那首先呢 我们基金会在安排的时候呢 由于我们大部分是跟老人机构合作 那目前我们合作的老人机构 在大台北地区有七间 也与这些老人机构的 社工人员 或者是执行人员 有非常好的关系联系 那他们就会提供我们 就他们来观察 最需要 也是最能够接受这种 长期的认识陪伴的 这个服务的长辈 基金会这边就会 以他们提供的长辈的 名单 特色 来做考量 那首先呢 我们当然会以性别 做一个基础的考量 原则上呢 我们当然会最希望是 同性的志工 陪伴同性的长辈 那其次呢 还是会针对 这个机构 或者是我们认识到的 长辈的特性 尤其呢 是大家 最能够体会到的 就是语言口音的部分 因为这个长辈呢 多少都有他的这个 习惯的用语 习惯的语言 那以及还有他们的兴趣 其实我们长到这个 六七十岁 甚至七八十岁 八九十岁啊 个性和兴趣 大抵以上 就是非常的固定了 所以我们都能 顺先从社工人员那边 得到长辈的基础资料 以及就我们认识的志工 那我们会做 第一阶段的这个搭配 在这个搭配过程中呢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几个小故事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配对到 机构提供的一位长辈呢 他年轻的时候 是一位外交官 那我记得我们在认识 他的初期啊 他非常可爱 他向我们指定说 他一定要 那个你们志工要来陪我 没问题 但是你们要 英语和日语能够沟通的人 我才跟你们讲话 所以这个 每个长辈啊都 非常有趣 那其实这也考不到婉缘哦 因为婉缘志工 目前我们这个 长期服务的志工 有八九十名 志工里面人才积极 英语流利的志工呢 我们跟这个 这位北北配对以后呢 哇果然在长期陪伴中 也真的把北北给收服了 那不管是英语日语 像台语 客家话 甚至广东话 上海话 都难不倒我们的婉缘志工 未来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长期陪伴中呢 像是我们服务的 这个农民伯伯 他的口音很重 可是因为长期服务 反而是我们这个志工 非常能够听得懂 长辈的家乡话 是 因为我自己也有经验 就是跟农民伯伯 陪伴 刚刚 剑吉法师提到了 那个口音很重 那个伯伯 就是 例子是蛮有趣的 就是 因为他有专属 陪伴的一位固定的志工 那当有一次 因为志工症有失 没办法到现场 去服务的时候 就轮到我们其他志工 去暂时陪伴那个伯伯 那我们那时候 发现一个困难点 就是 我们发现一件事实 就是 其他人都听不懂 那伯伯在讲什么 就只有 请假那个志工 才听得懂 所以就是 我们那时候 心生很佩服的感觉 果然还是需要 那个志工 来陪伴这个伯伯啊 不然我们真的 也都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 但是 这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他其实 那位志工也是 一开始也都是 听不懂伯伯的语言 那也是 渐渐地经过 几个月 半年之后努力 让他变得很了解他 所以其实 这也让我反思说 陪伴 在语言上 他固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媒介 但是其实 从肢体语言啊 眼神啊 语气啊 这一些 其实都可以让长者 感受到你是真的 关心他 关怀他的 确实 对对对 我想就是 在我们志工身上 真的是证明 时间就是最好 最好的一个附化 那我陪伴里面 常常都是超越语言 和大家所认为的 表面条件的 是 然后 我们也 有发现 就是说 其实我们 真正实际 投入服务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 长者的声音 真的需要被听见 因为其实 在物质上面的满足 其实是相对容易达成的 但是真的有人 要人静下来的 跟长辈 好好的讲话 好好的建立 那个关系 跟愿意花那个时间 跟耐心去了解 因为真的很困难 因为我们 大家都知道就是 比如说 养老院啊 或者是 这个机构里面 可能都住个 90位 或是上百位的长者 那 其实人员也有限 如果志工 可以固定的时间 去探望这些长者 哪怕是 两周一次 每次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也好 我觉得 那都会慢慢慢慢的 带给长辈一些 很不一样的体会 然后甚至自己 志工本身也会学习到 跟从长辈身上 学习到很多东西 那 我想 跟大家说 透过以上内容呢 那大家是不是有点 稍微认识 台湾玩员这个团体呢 那我们要感谢一下 相关宁森团域 企业山基金会 对这个专案的用心 跟着力 因为我们刚刚的 对话了解 陪伴呢 它并不是一件 可以具体衡量的服务 但是呢 我们愿意 一步一步的 去练习 与实践 那请继续锁定 呃 玩员系列 那我们会在 接下来的时光呢 慢慢呢 跟大家分享更多 关于陪伴路上的 感人故事 对玩员有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 FB搜寻台湾玩员 然后 可以获得 更完整的资讯哦 那今天 谢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见 好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欢迎订阅与分享 会到iTo's Apple Podcast 为节目打五颗星 评分留言 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让更多人看到 来点香光 欢迎加入 来点香光FB粉专 按赞订阅留言 给法师和团队 最直接的支持和鼓励 我是主持人 肉肉小编 我们下周见 感谢你的聆听共学 愿香光宝藏 一路陪着你 前往内心向往的方向